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嬷 你现在在哪里 我来叫你 你敢有听到 阿开哥哥 你的阿嬷怎么了 阿开哥哥 你阿嬷没事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 阿嬷 阿嬷她失踪了 阿嬷失踪 有人跟我说 阿嬷在他们的手中 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顾她 所以她不愿意把阿嬷还给我们 除非 阿嬷在他们的手中是绑架吗 难道他们要赎金吗 不 她说除非找到阿嬷的好朋友 才愿意把阿嬷还给我 阿嬷的好朋友 是阿嬷吗 该不会是 是 博士 博 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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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博士 她是妙博士 博学多文 深谋远律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还经常会有奇妙的点子 她身边有一群助理 大助理 环保志工 科学高材生 追随博士多年 环境科学考不到他们 小助理 正义感十足 好奇心百分百 但我也有吐嘴的时候了 现在就跟着妙博士团队 一起进行爱地球的任务 出发 博士 为了救阿台哥哥的阿嬷 回来是要委屈你了 不是 救人如救我 快 快点走 不是 你要把我拉去哪里 阿台 怎么回事 你们放开博士 误会 我说的阿嬷是正宗的台湾阿嬷 原生种台湾白花蝴蝶兰 种名叫做阿嬷 Bilis varian furmosa 大家都叫她台湾阿嬷 阿开 感觉 你说的阿嬷是蝴蝶兰 对 因为这种蝴蝶兰不需要细心照料 也能存活下去 就像是台湾阿嬷那样子 坚忍不拔 勤俭持家 也能来洗农台湾精神 可是你们刚刚说要失踪吗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来 我们做得了 你们知道吗 台湾原生种的兰花 在野外已经面临了灭绝的危机 怎么能让人不忧心呢 的确 台湾的野生蝴蝶兰 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的确是生态界的一大警讯 是啊 其实台湾原生种的野生蝴蝶兰 生长的范围非常狭窄 大概只生长在东海岸的海拔 800公尺以下的雨林树干上 近几年来 因为森林开发 漆地又遭到破坏 加上大量的采集 所以野外的原生兰花 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这叫做 衰人没衰名 因为台湾兰花在国际间 屡屡受到大奖的肯定 也引起到宅者的巨疑 虽然现在国际华 已经规定禁止野生兰花的输出 但现在浩劫已经造成了 我懂了 难怪跟阿凯哥哥要说 台湾阿嬷失踪了 他们的确是方宗难寻 你们知道吗 台湾曾经有兰花王国的美名 有记录台湾原生种兰花 就超过350种 你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气候跟环境 是多么适合的兰花生长 这片花瓣跟其他的花瓣不太一样 而且它的花色特别鲜艳 这是为什么 这片奇特的花瓣就叫做 纯瓣 纯瓣的功能主要是分泌蜜汁 这个蜜汁就是吸引他的好朋友 来吸蜜当媒人 他的好朋友 难道是 厂厂 兰花的发型这么特别 其实就是为了吸引昆虫来售魂 而且它把花蜜 藏在雌雄合一的核蕊柱中 昆虫为了吸蜜 钻进蕊柱 离开时 再带着柱头的花瓣 去跟其他兰花进行育花售魂 哇 充长好会当媒人 真不愧是兰花的好朋友 可是兰花长得这么漂亮 为什么不制花售魂 保持血统的纯正就好 这个就是兰花的智慧 为了增加基因的抑制性 原来兰花除了讲得漂亮 又具有高智慧 果然是高阶级的物种 只可惜阿开哥哥说 他正在消失中 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两个一遇到新知识 就讨论得很热络 都忘记刚刚吵架有吵多凶 就是说嘛 可是阿开哥哥 你刚刚有说 有人说阿嬷在他们的手中 还要找到阿嬷的好朋友 才能把他救回来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台湾原生的兰种 在山林里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不过有一群有心的人 积极地在富裕他们 但是要成功地富裕他们 关键就在兰花的两个好朋友 阿嬷的两个好朋友 我是刚刚有提到一个是昆虫 那另外一个呢 阿嬷的另外一个好朋友 名字就叫做兰郡 兰郡 出去你看 这里有兰花 何顶兰 兰花的好朋友 肯定就在这里 对啊 不知道博士苏的兰郡兰小姐 会在哪里 嗯 嗯 欸 苏妻你看 那个好像是工作人员 我们去问问看 嗯 好 走 你好 请问你知道这里有一位 叫做兰郡兰小姐吗 兰郡兰小姐 没有这个人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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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啊 博士说西头是台湾兰科族群最密集的地方 兰花的好朋友一定就在这里啊 对啊 博士还有说 兰郡是兰花的奶妈哦 她还负负责提供营养给兰花生长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兰郡 才可以抢救台湾阿嬷啊 啊 这就是要找不到兰郡 那台湾阿嬷的命运 我就 哎 你们讲的兰郡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真的吗 终于可以见到兰郡了 等一下 兰郡哪有那么容易就可以见到呢 哈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见到他呢 刚刚兰郡小姐传证了一张任务卡给我 她说只要你们完成上面的五个任务 那五个任务的话是找寻五种兰花 那怎么找呢 找到之后呢 用这一台相机拍摄下来 或许兰小姐会见上一面哦 找兰花 这还不简单嘛 我 可是人称妙博士的自然界小天使呢 嗯 对啊 我也是人称妙博士的植物人 哈 植物人 呃 不是啦 我是说 我研究植物多年 所以在植物界应该也算得上是小小专家 这一点小事一点都难不倒我 好 那我就先把任务卡先交给你们了 好 同意 那你们两个知道 怎么样在野外辨识兰花吗 我知道 可以从兰花特有的花 花型 花瓣还有美朱来辨认 但是如果野外的兰花没有开花呢 呃 我记得 兰花的 金跟叶都很肥厚 而且都不含水分哦 嗯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根很特别 它的根的话呢 可以保存水分跟养分 所以呢 综合刚刚你们讲的金叶还有根的特征 我相信你们应该可以完成这次的任务哦 没有问题 那我们出发咯 加油 GO 没想到 要找蓝俊小姐 居然要先完成寻蓝任务 杨老师说 溪头这里是温暖重湿型气候 丰沛的水气相当适合蓝花 而且被原始林围绕的多样化环境 更提供了多种蓝花生长与栖息 全台湾459种蓝科植物 溪头就占了92种 可以说是兰花家族的大本营 蓝俊小姐的任务 蓝俊小姐的任务分别是 长生 所以它会不会长得跟蜘蛛有点像啊 又或者是它的根莖长得像蜘蛛啊 走走看 这里有个交叉的地方 有耶 长得好像蜘蛛哦 不敢啊 你就先拍吧 好 你赶快去找下一种 没想到 第一种蓝花就让我们找到眼睛的块脱窗 杜鹃花丛里会有蓝花 老师该不会再跟我们开玩笑吧 我记得书上有说蓝科植物的奇异度很大 因为遗传基因不同 会有不同的生存方式 可能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植物模式不同哦 我们再往下找吧 你看 试试一试就是它 这个不是站起来的枯树枝吗 可是冬赤剑 顾名思义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会冒出来一个红红的 长得像剑一样 你不觉得它很像吗 真的耶 那我把它拍起来 接着我们又参考网路上的资讯 在树丛中找到球巾 长得像绿色桃子的乌兰石仙桃 然后又很幸运地找到 隐身在石壁上的星叶羊耳蒜 你看 星叶羊耳蒜 果然有很好辨识的星形叶子吧 不过我们一路走来发现 每一种兰花喜欢的生长环境 都不太一样耶 有的在石缸边 有的在枝杆上 还有的在土里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这个啦 这个吧 所以这个 真的也是星形的 苏群婷婷 你们这个五个任务完成了怎么样 还没找齐耶 我们只找到了四种 可是最后一种的西头豆兰 我们一直找不到耶 没关系 我来看看 来 任务一 杜鹃花虫的假蜘蛛兰 你们认为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是这边 这块绿绿的地方 你怎么这么厉害 这个就是假蜘蛛兰 它的叶子的话呢 通常不容易看到 通常只会看到它的根 它的根的话是绿色的 从一个点放射出去 就跟什么东西很像 蜘蛛 没错 你两个很聪明 我就说吧 它就穿了一只小蜘蛛 它在吃干什么 那任务热的东赤箭呢 老师 东赤箭是不是就这个 长得像箭头的 的确 而且也只有现在才会冒出来 要开花的时候才会冒出地面 好特别 你们有观察到赤箭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吗 没有叶子 对 没有叶子 是的 没错 赤箭鼠很特别 它是一个没有叶子的植物 所以它要透过外共生菌 来吸取外面的养分 然后来累积在植物里面 等到的时间适合的时候 它才开花 开花的时候就会露出地表 那现在我们观察到的话 是它的果实 所以很容易就能够观察到了 来 让我们来看看 任务山的乌莱石仙桃 乌莱石仙桃是这个对吧 没有错 而且我还知道 它有一个求生的绝招 就是它的球筋 但是那个东西我们不要叫球筋 那个叫做假球筋 为什么要叫做假球筋 因为这个东西是它 进步所延伸蓬大的 本身并没有气蓬 但是它一样能够储存外面的 养分跟水分 所以像我们看到的 星叶羊耳蒜 还有乌莱石仙桃 它都是附生兰 没有错 星叶羊耳蒜 跟乌莱石仙桃 同属于附生兰 那星叶羊耳蒜的话 因为它的土壤基质比较少 所以通常它可以归在地生 也可以归在附生 除了上面这四种兰花之外 其实西头还有非常非常多 很特别的兰花植物 而且其中里面有一些 只有在西头上看得到的兰花 老师 那我们可以去找找看吗 可以 走 我带你们去看看 好 这次的探访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原来兰花依生存模式 有像假蜘蛛兰 乌莱石仙桃 星叶羊耳蒜等依附在树上 石壁上 靠着腐植植就可以吸取营养的附生兰 也有像赤冬箭一样 全株没有一点叶绿素 靠着根系周围细菌消化分解 土壤有机质 获取养分的辅生兰 还有一般生长在土里的地生兰 这三个种类 不过 杨老师说 不管是哪一个种类 兰花想要发芽长大 都与我们正在寻找的兰花保姆 兰俊小姐脱离不了关系 我们任务还没有完成 兰小姐何时才愿意献身呢 其实西头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植物呢 老师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最后一种兰花 但至少我们也完成了五分之四 那兰俊小姐会不想要见我 对啊 老师 可不可以带我们去找兰俊小姐 拜托 拜托 不行 除非要加码 要加码 要加码 后面有一棵大树 除非你们上树去找到西头都染的国家 可是这个树这么高 你们爬得上去吗 而且老师 它会不会很危险啊 不用担心 我会安排一个很帅的老师 带你们上树去哦 老师 你好 我们是妙博士的小助理 我是舒晴 我是挺轩 两位小朋友好 我们今天要就是攀树 那今天为什么要攀树呢 其实我们是要了解说 到底这棵台湾山上面 到底有哪些的兰花 不同的植物 那此外呢 我们还要针对西头地区 特别稀少的这个西头豆兰 做它的果实的采集 那我们希望说 借由这个果实采集呢 可以做其他实验室的复役的方式 很有意义的活动哦 对啊 而且还可以认识西头豆 真是一举两得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左撞上树去了 好 在专业器具的辅助 以及老师的协助下 你只要再上升这样子 大概三十次 我们飞进了千辛万苦 终于登上了五层楼高的树上 仔细一看 这里的质感 几乎都是厚厚的附身植物 生态如此丰富 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呢 像我们刚刚一路上来呢 我们有看到像乌兰石仙桃 那还有像是其他一些附身的蕨类 像橙树花 那海州骨碎骨 以及鸭浆蕨等等 其实这树上的附身植物 其实非常多样化的 那你们刚刚一路上来 都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植物 原来一棵大树 可以孕育这么多的生命 看来保育树木是很重要的 老师 那我们要怎么辨认西头豆兰呢 西头豆兰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形态 你可以看到 这个西头豆兰 它下面是不是有一个 比较庞大的甲球晶呢 有没有看到一颗 有点肥肥的 每个甲球晶上面长片叶子 对不对 那这个西头豆兰在开花的时候呢 而且它一个花期只有一朵花 那这一朵花上面有一些红色斑点 非常的漂亮 老师 那西头豆兰的种子 要怎么样在这个环境下长大 其实附生的兰花要在野外生长 其实它 因为它种子非常微小 那它本身养分也很小 其实它在发的时候 它要有兰菌跟它配合 兰菌 原来兰菌不是一个人 是一种细菌 绕了一大圈 终于揭开兰菌的鲁山真面目 但是兰菌又是如何当上兰花的奶妈 为何兰花发芽 非兰菌不可 这又勾起了更多我们的好奇心 恭喜两位小朋友 我们终于完成了盘树 以及这个采集果价的任务 那这个果价就先交给你们了 听杨老师说 你们是这次特地来西头 来抢救兰花的 那刚刚好 我们就找到这个西头豆兰的根 还有它 蜘蛛 还有它的一些基植 那就交给你们带回实验室了 这种子的答案就交给你们了 真的吗 我们真的可以护送这些种子 回去实验室吗 当然啦 这个种子的答案就靠你们了 没问题 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它的 好 那就交给你们了 好 谢谢 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西头豆兰了 刘老师要我们把豆兰宝宝 送到屏东的植物保种中心 听说这里的研究人员都很厉害 他们能用特殊的方法 帮助豆兰宝宝发芽 让他们长得头好壮壮 这也是保种中心的主陪室 那当我们取得野外的兰花的果夹 我们会先在这里做前处理 让它表面消毒之后 把兰花的种子一分为三 那其中一份呢 我们会来确认发芽率 以及做物种的备份 那另外两份呢 我们会把它放到液态蛋里面 那让它休眠 那等到我们哪天有需要 可以让这些种子再度的付出 然后成为一个健康的小苗 研究员哥哥说 通过发芽率测试的种子 就可以取出品 并且给它一个适当的环境寻化 让它能吸收空气中的兰菌 自己生长 诶 那兰菌奶妈 到底要怎么给兰花营养呢 研究员哥哥说 兰根和兰菌是一个共生系统 兰菌会从兰根身上得到营养 同时也不断分解周遭的养分 让兰根吸收 这就是兰跟兰菌互依互存的关系 为了能够让这些孩子 在保典中心能够稳定的成长 所以我们在取得它之后 我们会去了解它原生地的所有的资料 以及它所需要的配方可能是什么 所以往往就是我们种好之后 再观察它 然后它如果不喜欢 我们再换 所以永远是在事物学习 希望能够让这些宝贝们 在保典中心能够安生立命 原来兰花是很挑剔的 不仅要环境要适合 连培育自己长大的兰菌 都要特定的种类 所以野生兰花生长不易 希望能够让阿嬷蝴蝶 回到它的家乡 乖孙耶 台湾阿嬷在家啦 我们兰花美丽又大方 是很多人心目中高雅脱俗的代表 气候湿润 有适当的避应 以及充足的辅植值的环境 最适合我们了 所以我们是真的爱台湾 从低海拔到高海拔森林 都可以看到我们兰花家族成员的出没啦 我们的繁殖方式也很特别喔 因为我们的祖先很有想法 他们想说不提供种子配乳 这样可以生的更多 但是没有配乳 没有营养怎么办 不用担心啦 我们的种子宝宝生出来之后 如果遇到适合自己的兰菌 兰菌会当好奶妈提供营养 让种子花芽长大啦 但是如果没有适合的兰菌和环境 种子宝宝就game over了啦 这也是我们野生兰 稀少又珍贵的原因之一 最近气候俱变 让适合我们的环境是越来越少了 长得漂亮的兰花 又被你们人类大量的采摘 我们的同伴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我们很喜欢台湾这片土地耶 所以让阿嬷拜托一下啦 保留原始山林 保护我们 就是在保护台湾这块土地啦 这样子你们懂了吗 懂了喔 阿嬷爱你喔 这个美丽的蓝色地球 它属于你也属于我 那所有存在世上的一切 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个美丽的蓝色地球 一起努力让它存活 让所有的在土地的故事 流传到遥远的以后 所以我们永远也要在土地的栋 在土地上 这些人不代表 对我们的阶段 也要爱了 多多多并别 我们今天要爱我们 带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